观无量手机 下平下身体 何有众生 做不善业 无你守 这个罪可重 二无你 杀父 杀母 杀阿罗汉 处伏生学 破乎获胜 这个五种叫无你 这个无你罪 必定多 无间地 这是其中的 守 身 杀到瘾 可恶 忘语 量是其余 我狗 亦 贪承之 所以 居住不善了 灵命中时 欲善之善之时 我一说妙法 这个妙法 就是劝他 心 愿 痴明 求生 进度 这妙法了 教令念佛 那 关键 关键是用 观想念佛 不能观想呢 就用 口念 大 秤明 秤明念佛了 是十六观里头 最后的一观 最后 也是最妙的 最殊胜的 所以底下说了 若不能念 这个念是观想念佛 若不能念 因称佛号 称佛号 这就是口念 如是知心 令神不觉 举足神念 称 南无阿弥陀佛 称佛名故 于念念中 除八十一节 生死之罪 命中之后 积德往生 由上精益可振 所愿神念者 直誓 持明念佛也 那 念老 因尽 绝定 为我们证明 那 这是真的 不是真的 那 这个法门 实在是 太稀有了 尤其 经文里有一句 于念念中 这个念念 可以说神念 从第一念 第二念 到第十念 于念念中 那更深的意思呢 那就是 弥勒菩萨 告诉我们 一摊持 有三十二亿 八千年 那 那个念念中 就维系了 能不能讲得通 难 因为 身念往生 到极乐世界 平位高低 也不一样 完全在 善根 福德 应援 特别是 善根 善根是 过去 身中 所修的 这些 往生 到极乐世界的人 弥陶经上 说说的 不可以 少善根 福德 应援 到身 必顾 那就是 每一个 往生的人 都是 善根 福德 应援 去做了 佛在 大臣经上 也说过 凡是 念佛 往生 极乐世界的人 都是 过去 曾经 供养 无量 祝福 如来 这就 善根 这些词 得人身 遇佛法 遇到这个法门 自己 居足 行愿 就得 无量 祝福 如来的 价值 那让你 居足 善根 福德 应援 得 圣经 土 是 这个机会 我们遇到了 一定要 把它 抓住 念佛的 好处 不碍 是法 最大的 好处 那 释出 世间法 同时修行 没有障碍 阿 你 陈佛 阿 你 陈佛 阿 你 陈佛 五 五 好